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猫,这两天正爽,逃月漏税 然后1.6亿天价片酬 签出了一个项目叫 签牛魂,然后签牛魂呢又签出了一家公司 叫北京文化,然后这家公司呢投了很多特别厉害的项目 比如说什么流浪地球啊 战狼2啊,然后什么你好李幻英啊 反正就好像这个市面上 但凡大项目就有它的影子 然后但凡哇塞赚的盆满 拨满的就有它的影子 然后大家可能就想说那这些公司肯定很富有啊 对吧,肯定不差钱啊 那肯定是一个业绩非常好的家公司 后来发现这公司怎么就ST了呢 然后发现说这公司去年是巨亏29亿 然后高层内斗,财务造假 然后签扯出这家公司多年的资本迷局 很多人就更加对这家公司非常的好奇 然后又有很多文章说 这公司这个颂歌其实就是正爽 背后的资本大佬对吧 一直扶他上位 然后呢,孟姐也是一直对于这家公司非常好奇 主要是因为孟姐对宋哥这个人比较好奇 孟姐之前一直有一个特别执迷的一个迷思 就是孟姐一直在琢磨 为什么这个人能那么厉害 头像谜一头一个准 后来忽然间有一天孟姐就琢磨过来了 不是他头像谜一头一个准 是他做了很多事情 让这些项目一转一个准 这个东西是个悖论,你一定在后面做了什么事情 而让这些项目变得非常的稳 对吧,所以孟姐就花了点时间了解了一下 宋哥其人啊 这个宋哥呢是1967年成人 然后生活在央视大院 也是跟很多名人名流一起啊 从小就耳濡目染 然后就是名门子弟 但是呢这个宋哥呢并没有因为因此而走上一条文艺道路 而是在那个年代都认为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的无法 结果人家呢就去清华上了这个一个什么专业啊 上了一个叫热能工程专业 对,基本上就是90年代的时候 这个宋哥呢想坚持一下资本主义的生活呢 就到美国去留学深造了 其实这一年呢这个长话飘逸的高晓松 还在清华的这个电子工程系的这个专业教室里面睡大觉 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文艺青年 这个宋哥已经成为了一个懂点科学知识的文艺青年了 1994年呢27岁的宋哥回国了 加入了这个清华的清华系的投行 然后呢他就意识到了 就意识到了这个正在急速发展的中国 我是离不开资本的力量的 所以呢这个宋哥就成为了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啊 这个软银赛富的合伙人 正式成为了这个中国定基资本市场的大家庭 然后呢这个时候引入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叫赤宇峰 赤宇峰呢是这个宋哥师弟 然后两个人呢一共共同成立一个叫完美世界网络 这家网络游戏公司三年就上市了 就去NASDAQ敲钟了 他们做过什么游戏呢 做完美世界 做过赤壁 猪仙 武林外传都是他们的产品 然后呢普通人可能听赤宇峰更多的是 因为他是姚迪的前男友 对所以这一连串都串了起来 对不对 30岁的宋哥就已经财务自由了 你想想30岁我妈呀 2005年的时候 宋哥就揣着大笔的钱 在想啊 那我能干点什么事 能让这个钱再翻得更快一些呢 让他赚得更加的多一些呢 2005年的时候 他认识了一个人叫马中俊 马中俊这个人呢 就跟他介绍了一个项目 就是徐克的那个武侠大篇叫七剑 说你要不要投一点啊 然后结果呢 这个宋哥就投了一点 结果呢 跟投了一把七剑之后 这部电影啊 当年拿下了8000万的票房 你想想 那个时候全国一年的总票房 才8个亿 你想想 那8000万是什么概念 对 差不多是05-06年的时候吧 然后宋哥就一拍大腿 我的妈呀 拍电影这么赚钱呢 那我之前夸的搞这搞那 互联网金融 搞那么多 那么复杂的事情 哇塞 这个拍电影这事能干 然后结果呢 这个宋哥啊 基本上这个 08年的时候 41岁的宋哥呢 就投了电影 非常完美 这个电影 我们不让你们看没看过 有张子怡 有范冰冰 林心如 姚晨 就是国内顶尖一线 女星 国际章是制片人 然后呢 又是开门红 拿到一个亿的票房 哇塞 又赚了吧 然后长了点头之后呢 宋哥又接连投了 失恋三十三天 失恋三三天这个戏 你们应该非常非常熟悉 就是一个一小博大的 一个黑马 票房的一个标杆 标杆就是1400万的投资 卷了三个亿的票房 然后呢 这个宋哥啊 就是跟投了这么多项目之后 他不都赚钱了吗 他这个呢 都其实还没有脱离自己的老本行 都还是一个投资人 那个时候 他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 影视这个行当里面 因为他发现说 这个大的这个产业 未来也许能成为他后半辈子啊 就是 就是可以生耕的一个新的一个职业 然后这个宋哥就发现说 自己虽然是有钱 但是他可能还是缺些 相关的一些领域的资源 然后那个时候宋哥呢 就就要背靠 圈内最大的大树啊 那最大的大树是谁呢 就万达 然后在万达的时候 他投了什么 投了北京爱情故事啊 警察故事2013 熊龙爵等多部影片 然后也是在万达 这一两年的这个过程中啊 宋哥经手了这么多案子 之后发现了一个一个道理 就是说他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形成垄断 就是最好这一个片子里头啊 制片人也我家的 然后演员也是我家的 制作班底也是我家的 然后发行渠道也是我家的 宣发都是我家的 那一条龙服务 最终这个电影 他最后在这个院线里面 吃多少盘子啊 然后卷多少票房 那不就是我说了算吗 所以呢 他就会觉得说 万达是所有这些影视公司里面 唯一一家能够做到影院托斯拉 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可以做人一家 集院线制片经济艺人 管理于一体的影视公司 当然这个道理呢 万达王健林肯定是明白的 对吧 但是你想王健林是做什么 做房地产起家的 那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对吧 就是人家都是 几十个亿 几百个亿的大项目 你这一个电影 一个一来一去的 才几千万 对吧 都不够人赛亚份的 得是人家几个小目标 所以呢 这个宋哥啊 就开始践行 他的这个想法 到处买版权呀 到处网络人才呀 到处怎么样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IP 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但是在王健林看来 就是我的这个项目一定要大 就知道国际大大班底 对吧 大的这个影视资源 都弄了一起来 所以说呢 就有点这个 在项目的这个开发根基上 思路上就有点跑偏了 就以至于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 后期你们都知道的太久啊 包括修项模啊 这些项目啊 本来都是宋哥操盘的 这些项目 结果就由于王健林 就看不上这些 小盘子的小项目 纷纷搁置 一搁置呢 就被别的公司抢走了 对吧 然后就花落旁人 嗯 然后呢 这个宋哥在13年的时候 就离开万达了 据说跟万达 包括王思聪 这关系闹得也不太好 也比较僵 你还记得就是郑爽 第一次出事 抱出来的时候 王思聪第一个跳出来说 哼 我就说这丫头脑子有问题吧 谁跟他合作谁傻逼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你看你们都不信 现在信了吧 你看 看的是骂的是郑爽 但其实骂的是谁 骂的是彭正爽 后面的人 对不对 那是谁呢 那就是宋哥 嗯 然后这个宋哥 离开了这个万达影业之后呢 就后脚成立了一公司 叫摩天伦影业 然后又投了一堆 一系列的片子 比如说什么 同志的你啊 新华路方啊 这个时候呢 宋哥也不单打独斗了呀 他身后有了 比他藏得更深的资本大佬 一个叫张俊 就是富德系生命人寿 宋哥给他管理 他的这个基金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叫做丁明山 之前是买了北京旅游 这个壳 准备借壳上市的啊 就这么一个人 对 基本上就是他认识的这两个 就是他背后的这个资本大佬 然后也是藏得最深的这两个人 一顿操作猛猛如虎 47岁宋哥呢 就悄悄加入了北京旅游 然后京东资本呢 他做很百合 一方面通过增资 一方面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资达33亿 然后据说这个里面的钱 大部分都来自于大金主张俊 然后呢 这个增发并购 之后呢 这个北京旅游呢 正式改名为现在的北京文化 然后这个宋哥担任总董事长呢 身后呢 藏着一圈 伸着脖子 等着赚大钱的股东们 然后这个宋哥 现在这个鱼衣丰满 对吧 后面又有资本大佬 那现在就开始要 垄前台资源了 对吧 然后又收了两家公司 一家公司是浙江星河 一家是拉萨群巷 还有世纪伙伴三家公司 这三家公司分别是谁呢 浙江星河 创始人是王金花 金圈的著名的经纪人 对吧 那就是管艺人的 艺人方有了 然后呢 这个拉萨群巷呢 是个名不尽传的小公司 对不对 但是其实她是 陈国富的 这个功夫引业的前身 对吧 就是制作资源 实际伙伴的实际 恐怖人就是娄晓熙 就是去年把她给捅出来的 跟她这个高管利益纷争 然后举报她 实名举报 然后呢 这个实际伙伴底下呢 有很多编剧资源 比如说有谁呢 有边小军 严格林 还有著名导演张黎 就是业内顶尖大了 所以说呢 你看她通过 跟这三家公司合作之后呢 拿到了艺人资源 拿到了制作资源 拿到了编剧资源 那就是基本上 她把一个项目 能成的所有的core 最核心的因素 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了 所以这个就又回到了 我之前跟你们讲的说 不是这些大佬们 有多么多么厉害的 投资眼光 一头一准 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这个项目的关键环节 变得无比无比的稳固 稳固之后 让它变成了一个 在市场上面的 一个稀缺产品 而这个稀缺产品 必然具备圈钱能力 是这么一套国际 OK 我看很多报道 会说什么 松哥会压宝 松哥有自己的一套 什么计算的模型 松哥有自己的一套 衡量评估项目的方法 但这些都不对 这些都不对 刚刚跟你们说的那三点 第一 他知道一个好故事的重要性 跟大编剧 大导合作 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就是他知道 好演员 知名演员 流量演员的价值 对吧 第三就是他知道制作 对吧 一部影片 他一定得有一定 量级的一个制作水准 就是这三样 缺一不可 所以但凡一个项目 套上他的这个 所谓数据模型 这三样都能占上 占个80%到100%的 一个百分比 那就值得投 就是这么一套 很简单的一套逻辑 后来有了这个 享誉圈内的什么故事 比如说五分钟 就和编剧刘振云 谈好了 我不是潘金莲的版权 然后呢 半天时间就和郭帆 商议好了 流浪地球的投资 已经宣发的视像 什么 然后对于剧本 宋哥自称 一看剧本就能分出好坏 平时出一趟差 一趟两小时的分音时间 可以同时过三个剧本 下了飞机 就立刻布置相关的工作 玄乎齐全 像故事一样的 它其实不是故事 那么那么简单 把其了这些资源之后 就开始结束说果了 对吧 流浪地球啊 战狼2啊 我不是钥匙啊 你好李欢音啊 这些 它虽然通过一些 什么保体发行的模式 就是相当于 在一个项目上面 它都是小赚 对吧 小赚 但赚你赚不了多少吗 因为你知道这个电影 票房的一半 要分给院线的嘛 所以制片方 能拿多少钱 这东西都不再多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二级市场 对吧 这个股票涨起来之后 那些套现离场的人 才是真真正正的 就躺赢嘛 于是呢 就出现了2017年啊 出现战狼2 为公司盈利达3个亿的情况下 市值却减少了55个亿的 荒唐事 坊间呢 又爆出公司大小股东 高管 纷纷减持 手上股票的消息 19年的时候 北京文化啊 就是被股东累计减持 过百次 让股民骂声不断 股民很简单嘛 你知道股民一看 哇塞 这个电影是谁投的 北京文化投的 我买 买北京文化 结果北京文化 这电影 但凡一赚钱 夸扎的股票就狂跌 就把股民套住 就才割啊割啊割 割不完 所以吧 就是北京文化这盘大起啊 普通人可能真是在里面 摘不出来的所以然来 因为它里面盘根错节 势力 就中间这个股权增资 然后七七八八的 太复杂 光纤的背后呢 那就是有一些黑暗中 暗暗戳戳的事情 那更遗憾的是啊 2017年底负责综艺的 夏晨安离职 然后北京文化的综艺项目 就停摆了啊 然后王金花这边呢 艺人大量流失 然后艺人也不行啊 单飞 非常看好的电视剧 OK电视剧就是正爽 印象合同那个电视剧板块啊 娄晓曦旗下的 诗剧伙伴啊 长期和北京文化 因为资金和债务问题 内讧不止 但也别不如 罗晓曦通过微博实名举报 北京文化系统性造假 宋哥等人存在严重的 财务欺诈行为 然后就立案调查了嘛 2020年的时候 终于盼来曙光 大家觉得盼来曙光 就是你好李欢音 觉得可以 终于可以挽救一下 北京文化 对吧 但是想跟你说的是 就是一部电影 不足以拯救一家 这么击中难反的公司 就是北京文化 现在手里面 还有没有播的电影 还有什么呢 有风神系列 乌尔善风神系列电影 然后说 好像把这个份额 25% 份额6亿元 转出去了 为的就是缓解 自身的财务压力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电影 七七八八的一些电影 所以孟姐一直觉得 就是北京文化 这家公司挺可惜的 也能出品很多 非常 世界上非常少见的 非常厉害的一些影视产品 然后甚至孟姐觉得 宋哥这个人 也是在业界少有的 真正懂项目的 然后愿意能够 为一些项目拍板的 当他能顺风顺水的时候 所有项目和资源 都能围着他转 当他不行了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和资源 都会其他而去 现在的观众嘛 都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然后观众没有那么好骗了 因为那人呢 终究是最不可靠的一类产品 对吧 当你觉得你砸了足够资源 然后动用了各种心力 扶持起来的一个人 你想把它产品化 你想让它商品化 你想让它乖乖的 就成为你赚钱机器的时候 那这个人 always就会失控的 所以就是尊重别人 不要把别人当产品 不要把别人工具化 就其实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能不懂吗 对不对 但其实就是在前的诱使下 大家都会迷茫 都会迷失 会做不到的 我想不明白这个事情 现在就这样了 所以就是孟姐还是一直会关心 这个公司未来前景的发展吧 因为其实像中国内娱 能出品 这么大体量 电影的影视公司 都不出时间了 OK 今天说的点多 希望大家能听得下去 OK 谢谢大家啦 拜拜 拜拜